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木偶剧的师父叫陈景涛 是广东首托木偶乐剧传承人 1983年他成立了香港华山传统木偶乐剧团 为打叫 庙宇开光等传统活动上演首托木偶乐剧 与真人演出的乐剧不同 木偶剧演员需站在一米多高的幕布后操纵木偶表演 观众只见木偶不见演员 只有依靠演出者双手与步伐的巧妙配合 才能将台上人偶诠释的唯妙唯笑栩栩如生 然后你的步伐就是控制到木偶的样子出来的了 是女人就行女人的样子了 这个就是要大动作 威武的样子 广东手托木偶戏是古老的戏种之一 曾风鸣于珠江三角洲 香港 澳门等地 沿海地区居民相信木偶戏能驱邪 更希望通过寓意吉祥的巨木 起源一方风调雨顺 四季平安 上世纪二十年代 香港有多个手托木偶戏班 二战后 木偶戏班大都结业 至1949年后才开始出现生平乐 胜利年等戏班 陈锦涛介绍 早期木偶戏与乐剧关系密切 也正因如此 乐灵们将木偶班称作师傅班 两者的演出剧目 科界 行当及音乐大致相同 唯有不同的是木偶戏讲究吹 打 弹 唱 做 转的六大招式 吹 即是用锁纳 或者后管 横销直销 这些为吹 打 即是掌板 挪刹 这些叫渣竹 即是打 弹 阳琴 拉 那些是弹 唱 公然是唱 刚才这出戏 一把传宗剑就是我唱的 那个男主角 我们木偶戏还有一样做 就拿着去做 赚 即是赚写 的意思就是你赚曲 或者赚文 文章写出来都为赚 从业半个多世纪 陈景涛已是行内老手 曾教授徒弟无数 然而谈及自己的入行契机 却是源于一次儿时偷师的经历 那时候应该是很小 十岁八岁 特意搭车去广州文化公园 就看那些木偶 你不认识别人 你怎样学别人的东西 就是偷 偷师 其实我一世人都没有拜过师傅 全部都是偷回来的 譬如他音乐情形是怎样 他过嘴是怎样 那些逻辑是怎样打 我都全部入目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没有录音机的 那时候全部都是靠记忆的 所以是非常辛苦才学到的 但是呢 这么辛苦学来的东西 所以就永远这么黑在这里 如今 已年过七旬的陈景涛依然精神绝朔 坚持带领剧团到各地演出 偶尔也现身文化推广活动 数十年前 他从广东中山来港定居 将这项非遗记忆再次带到湘江之派 现时 他也乐见传统文化 在粤港之间交流互见更续传承 希望用木偶乐剧传唱出 两地人的情感共鸣